在台湾的犯罪史上 那么不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案件审判有瑕疵 而是因为外力介入 所以呢 从死刑改判无体徒刑 逃过一劫总共有三个人啊 那么分别叫做 兰杰龙 华松旭 那么跟黄孝仙 那么其中黄孝仙最特殊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因为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啊 那么所以呢 捡回一条命 那么事实上除了黄孝仙之外呢 还有两个人曾经有类似状况 其中叫做兰杰龙的这个男子啊 事实上他本来可以不要那么走上绝路的 却因为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呢 本身呢 在现在的新北英哥担任幼教老师 那么婚前两个人呢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各自男婚女嫁了以后 后来呢又有联络 那么有一天啊 这个男两个人呢 他相邪见面了以后呢 在车上 那么开车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呢 开口向这个 根据这个兰杰龙说啊 他开口跟他要200万 希望他提供200万的融资 干什么 因为他们买的房子 希望有200万呢 来协助他在这个周转的部分呢 贷款的部分呢 比较能够宽裕一点 结果被兰杰龙拒绝了以后 两个人发生争吵 那么根据兰杰龙表示 对方扬言把他们男女朋友关系 说出来 抖出来 所以后来呀 那么从口角变成了肢体的冲突了以后 蓝杰龙把对方给掐昏了 然后紧接而来呢 车子开到偏僻的地方 把他拖出来 全身脱光 只剩下一条湿袜 结果呢 没想到呢 那么突然间看到这个女孩子还没死 还在挣扎 而蓝杰龙在这个时候呢 竟然选择了一个方式啊 他竟然把他活活的弄死了以后呢 又抽取出自己车子 车厢里面的这个油箱里面的这个汽油 把他活活的给他这个粉丝啊 所以后来离开了以后呢 又故步移政 那么让制造说 这个女孩子还活着的假象 竟然还打电话向他的家人呢 勒赎新台币六百万 那么事实上呢 警方当年呢 曾经 英哥的警方曾经看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等于说焚尸啊 可问题是 因为他的外表很难加以辨认 所以呢 一直认不出来他到底是谁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被害人的家里面 也接到了这个 鲁人勒赎的电话 那么警方接获了报案了以后呢 进驻了 包括这个家人呢 包括监听电话等等 所以后来 一直掌控有一名男性 而这名男性呢 虽然一再打电话来 但是被害人的家属一直说 家里钱不够 这个男性竟然还要求他们提供换洗衣物 那么拿到特定的地方 那么要制造说他还活着的一个假象 当然事实上被害人已经死掉了 那么他还故意讲这些话来固步一阵啊 那么其实警方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 最后因为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亲属呢 出面子认怀疑可能是他 所以后来啊 那么经过一个这个当时发现死者尸体的时候 有解剖过 发现死者呢身上装有一个避孕器 所以透过当时 特别伤请当时的桃源医师工会理事长 那么出面去调查协调 有哪些医院有装 说也真是太过巧合 为什么呢 结果没想到帮死者装这个体内避孕器的医师 就是这一位医师工会的理事长 那么为了慎重起见呢 还调到这个死者呢 因为发现他的牙齿曾经做过这个相关的假牙 那么也调出当时的X光 后来一比对吻合了以后 知道死者是谁 而这时候呢 还有人源源不断的打电话进来 所以最后警方提供了假钞600万 那么交由死者的丈夫呢 那么拿到当时的这个等于说 一家纺织工厂外面的树上放着以后呢 那么就赶快离开 事实上警方都在附近埋伏啊 就没想到蓝洁荣真的出面 把这600万的假赎款取走以后 翻墙进去里面的纺织工厂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名原警出面也翻墙进去以后 就没想到这个纺织工厂的这个警卫 误以为是小偷啊 反而多索跟警方多索在那边纠葛啊 错失了第一时间逮人的机会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警方确认杀害 辱人相关的嫌犯 一定跟里面这家工厂有关系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那么因为之前歹徒打的勒索电话 有录音啊 拿这个录音带 那么让里面工厂里面的 这些干部员工一指认 就是蓝洁荣 所以后来抓到他的以后呢 就把他判死刑定验 就没想到竟然逃过一劫 还有另外一名凶贤 他在游览车公司里面工作 他跟老板借钱不成 他纵火还拿刀杀害了老板夫妻 这样也能减刑 也能特赦吗 瑞德 而另外一位也是同样 判死刑 马上要枪决的华松旭 华松旭跟蓝洁荣不一样 他并不是因为感情的纠葛 而是因为华松旭 他在一家台北市 那么和平东路的一家旅行社 跟游览公司上班 他费个司机啊 结果呢 那么有一次他因为要请假 那么公司经理准嫁了 但是公司的老板娘有意见 后来给他扣了一万多块了以后呢 又把他给解雇 所以他怀恨在心 再加上那么家人生病要用钱 要跟老板借五千块被拒绝了以后 那天他喝了酒 一气之下乱了性 所以呢 竟然啊 带着这个汽油桶 装满汽油以后 跑到这个旅行社来纵火 先是纵火了以后呢 那么在纵火完以后 那么整个火起 所以旅行社员工跑出来 他发现老板跟老板娘出来了以后呢 朝老板娘就前后各一刀 老板要来保护自己的太太 也被刺了一刀重伤啊 那么老板娘送医以后死亡 华松旭非常的特别 他说我们台湾啊 自首跟投案 里面一个三分钟决定生死的 这个等于说关键 所以华松旭曾经两次 在生死边缘里面 那么等于说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华松旭他在纵火跟杀人了以后呢 他自己搭乘计程车来到了那时候的桂林路相关的派出所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国小的同班同学呢 就在桂林路派出所当警员 所以他心里想 我已经换下这个案子了 我找我的同学自首 然后呢 他就搭了计程车去找了自己同学自首 就没想到 当他找到自己的同学跟同学自首 说明人是他杀的 否则他放的同时在之前三分钟 那么之前三分钟 事实上呢 那么另外负责侦办命案跟纵火案的警察单位 已经查出凶手就是他 也就是说因为这自命的三分钟 在他自首前三分钟 就查出是他不符合自首的规定 在当年呢 只要是自首就要减刑啊 所以华松旭没有减刑 而且因为他又纵火 然后呢 他又连续杀人跟杀人未遂 所以最后他被判死刑 他不得减刑 所以华松旭跟这个蓝杰隆 他们两个啊 因为所关的死囚的 那个牢房呢 距离刑场很近 当年因为常常判死刑 一年要判几十个死刑 而且常常执刑啊 每当凌晨十分 三点多的时候 看到一大堆 听到一大堆这个监狱 看守所里面的法警呢 那么皮鞋声音 然后再来提人的那个脚疗声音 没多久就是 响响响的声音啊 使他们每个人 两个人呢 心惊胆跳 经过他们人生最恐怖的夜晚啊 都睡不着 然后呢 又害怕 就没想到说 就在要枪决的时候呢 竟然传出这个减刑的事情啊 所以后来 等到枪决前夕 枪下留人 而是因为民国八十年的减刑条例里面呢 有一个规定 杀人犯 只杀一人者 那么可以 而且罪性不是非常非常的 像现在一样啊 无可完全无可饶恕 他还有教化可能的人呢 可以让他有一次减刑的机会 所以后来 蓝杰龙跟华松旭 也就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虽然他们之前换下这么多的案例 可是后来也因为这个减刑条例 意外跟黄孝先 成为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犯罪史上 为三 那么就在枪决前夕 枪下留人 捡回英国